这个镜头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碧石、彭德怀、邓小平、贺龙、陈毅、聂荣珍、马明芳等众多开国元勋的影像。 1949年3月原本平静的西柏坡变得热闹起来, 2月中旬开始从各地战场赶来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首长们陆续抵达西柏坡。 这些熟悉的战友在一起时洋溢着胜利的喜悦。 西柏坡会场设在中央大院的西北角,是机关工作人员自己动手建造的火房。 3月5日华北摄影队的摄影机就架在西柏坡会场门外,下午3时与会代表们陆续进入会场。 西柏坡这个小小的村里几乎汇聚了所有的高层领导人,这是近年来与会人员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会场的门口挂着一块白布,代表们从房子后边走过来时,工作人员掀开白布让代表依次而入。 贺龙元帅更是差点走错了门。 这些亲密的战友几年来分散在各个战场指挥战斗,今天他们又相聚在一起了。 一切准备就绪后毛泽东走进了会场,毛泽东走到前面和坐在第一排的人毕时说了几句话,随即走上主席团率先做报告。 他讲话并没有讲话告,只有一份简单的提纲。 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眼下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转向城市,并计划在四五月份占领南京后在北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成立联合政府并定督北平,毛泽东挥着大手向全党提出夺取全国胜利。 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还更长更远。 毛泽东用坚毅的声调说出了对全党的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和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其他每个人都从各地带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每个人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近半个中国已经解放了,毛主席穿的就是普通的中山装,其他代表也都是土棉袄,尽管当时的胶卷很珍贵。 但是摄影师苏清禾在会议休息期间还是开着计,与会人员在休息期间还在不停的相互交流着。 他们正在筹划着新中国的未来,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34人,中央候补委员19人, 列席会议的11人,这次摄影团队整整拍摄两天,在两名摄影师的黑白无声影片中,一个个名震天下的老一辈革命家形象鲜活了起来。 3月13日西百坡会议结束,在即将启程的时刻,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吗?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及格,不要退回来啊,毛泽东挥起大手,郑重的说退回来就失败了。 我们绝不能当理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下午两时许一个由11辆中小吉普和10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 沿着山间公路离开了这个太行山东路的小山村,向着北平进发。 请不吝点赞订阅 rä GeTT